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班子是中共历届最差的一届班子 无论是他们的水平 学历 能力 包括他们的政绩 这一届都是最差的 大家你看他们往这一站 全的外挂列藏 蔡奇 你看什么东西 他要清理北京低端人口 他就是历届的政治局常委里的低端人口 而且整体看的这一届政治局常委 是历届里头思想最保守的一届 没有一个改革派 这一帮的人在习包子的带领下 讲带领中国 带领中共 直奔超线化 那是不带回头的 政治局委员也都公布了 全是习家军 胡春华也被踢出去了 也是没有一个改革派 全是习近平的奴才 而且没有女性成员 原来说贵州书记 唯一一个女书记 陈一勤 他能进政治局 现在看也没有进 是唯一一届没有女性成员的政治局 上一届还有个孙春兰 这一届连一个女的都没有了 根本没有性别平衡 都是一些傻叉老头子 都是习的奴才 张又霞以72岁高龄连任政治局委员 他也是中共军委的第一副主席 通关这一届政治局委员的 每一个是正经东西 这帮的人配合细胞子 搞超线化 瞎折腾 中共的变亡指日可待 作为老汉奸 我是开心不已 真是可喜可恶 我们说 中共这次二十大 就是一次非法政变 习作为总书记 发动政变 好像理论上说不过去 一把手怎么发动政变 就像影视剧三国演义似的 汉县帝 汉县帝一代赵事件 写的血书一代赵 让他的忠臣要除掉曹操 曹操发现阴谋以后 提借进入皇宫 身赤汉先帝 剧本台词就是皇上 你为何要谋反呢 皇上谋反 这次习近平就是 他发动的这场政变 不是说一把手就不能发动政变 袁世凯连任 袁世凯搞地质 那不就是政变吗 袁世凯大总统发动政变 自己搞地质 就当皇上 那不就是政变吗 所以这次习包子 他非法连任 在二十大 发动了一场 彻头彻尾的政变 为什么说习包子 这次二十大 他搞了一次政变 因为首先 根据中共的党归 他连任第三届 他就是政变 因为中共大家知道吗 就有一个条例 叫党政干部任职条例 那个条例说得非常清楚 就是党政领导干部 一把手 就是从上到下 不能超过两届 就是你只能干两届 连任一届 就是你不能搞第三届 就是有这么一份规定 这份规定到现在 也没听说废除 那现在你搞第三届 你就是违反了党纪 违反了党规的 你就是非法政变 还有呢 就是按照中共近些年来 七上八下的这个潜规则 67岁可以上 68岁以上的就要退 历届都是这样做的 那么这次呢 习近平以将近70岁的高龄 他去连任总书记 他这也是政变 那比他年纪轻的 李克强汪洋都下台了 那你以这个年纪连任 你不就政变吗 还有啊 就是按照今天上半年 政治局常委会的决议 习近平呢 也同意善让 到今年八月份的时候 开北戴河会议 习近平同意半退 现在二十大 他搞突然袭击 他搞连任 这更是政变 还有啊 在二十大召开之前 习派跟反习派 已经达成妥协了 爆料团队一再跟我讲 反习派这些元老和政治局常委 已经跟习派打胜妥协 就是二十大的政治局常委 双方各占一半 李克强 汪洋 刘润 胡正华进政治局常委 习派又三席 加上赵乐际 习近平呢 是悍然撕毁这份党内协议 在二十大上 他悍然发动政变 由王小洪特勤局呢 控制会场 由王沪宁呢 控制大会秘书处 在二十大闭幕式选举的时候 突击提出篡改后的中委名单 剔除了李王涵 并且强行通过 而且篡改投票结果 不就是一次地地道道的政变吗 还有啊 就是在昨天这个闭幕式上啊 我这个上期视频已经说了 胡锦涛 温家宝 李润桓等元老的抗议下 习呢 剥夺这些元老的发言权利 采取那暴力措施啊 开中共这个会议历史之先额 由王小洪呢 指使特勤局的卫士入场 强行驾走胡锦涛 就制造恐怖气氛 制造寒蝉效应 这绝对是非法政变 爆料团队啊 昨天就跟我说 二十大呢 是一次非法的大会 二十大的一切结果 都是非法产生的啊 包括人事结果 包括这个政策结果 爆料团队啊 今天有消息过来 提供了详细的啊 昨天闭幕式上 发生冲突的过程 这个详细过程就是啊 就是在这个闭幕式上 秘密环节啊 秘密会议环节 就是在选举中委的时候 元老们呢 发现了习派的篡改了 主义团原来通过的 中委提名名单 元老们呢 马上提出抗议啊 但是习近平的是剥夺了 元老们的发言权利 胡锦涛呢 是坐在习近平旁边啊 胡锦涛是拿过习近平的那个话筒 习近平前面有两个话筒啊 胡锦涛拿过了一个 刚要发言啊 那个话筒立即就被掐断了 导致呢 胡锦涛无法发言 当时的气氛就非常紧张啊 主席台上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啊 那些代表也看得很清楚啊 胡锦涛拿过话筒的发言啊 但是扬声器没有任何声音 接下来呢 闭幕室就进入公开环节 中外媒体呢入场 按照习王啊 他们事先的预案啊 因为他们搞政变嘛 是有预案的啊 有人反对怎么办啊 发现胡锦涛已经是站出来反对了 他们马上呢 就采取紧急处理措施啊 由汪小洪的卫士啊 陈某进场 强拉呢 胡锦涛 法广啊 法国广播公司啊 他们的记者在现场啊 他们的视频啊 他们的摄像设备啊 就是可能就是更清晰一些 啊 法广公布出来的那个视频呢 啊 能清楚的听到那个卫士 到这个胡锦涛身边啊 跟胡锦涛说你起来啊 胡锦涛回过头来 反问我凭什么起来啊 声音非常清楚 法广公布的视频啊 看到这个胡锦涛啊 不愿意被驾走啊 丁柜祥呢 立即又指示中办副主任叫孔绍逊啊 也是习派的一个马仔啊 孔绍逊呢 这个侧幕旁边进来啊 跟这个卫士一起啊 来这个驾走胡锦涛啊 孔绍逊那个他会出席的那个胸盘啊 清清楚楚啊 那个由孔绍逊那个视频上都看得很清楚 结果这个胡锦涛啊 80岁的老人啊 就被他们强行驾走 公然制造了一起国际丑闻 暴力团队说啊 胡锦涛当场啊 当时被拖走以后 就被呢 送到了305医院啊 现在还没有回家 等同于软禁 而且呢 不准胡夫人刘永青啊 去医院探望 刘永青啊 已经多次给中办打电话 表示抗议 加走胡锦涛以后啊 孔绍逊安排好这些事情 他又回到主席台啊 那个视频 看得很清楚啊 他又走到丁学祥的身边 跟丁学祥汇报啊 他已经安排把胡锦涛弄得一软进去 爆料团队说啊 习这四二十大能够政变成功啊 王沪宁是起到了极坏的作用啊 这个三姓家奴啊 就是两个王嘛 闻闻的是王沪宁 五的就是王小洪啊 王小洪的特勤局控制会长啊 王沪宁控制大会秘书处 这两个奴才呢 因为护主有功啊 非法政变有功 所以王沪宁呢 留任了政治局常委 王小洪呢 被提拔进了这一届的政治局 他很可能马上就要担任 新一届的这个政法委书记 爆料团队还说啊 这一次二十大习近平政变能够成功啊 跟习近平争取了张又霞的支持 有很大关系 习近平拉拢张又霞 通过习远平和何立峰 向张又霞家族啊 就是转赠了将近200亿人民币的资产 用将近200亿人民币来收买张又霞 结果张又霞呢 替习稳定了军队 这是习呢 这次政变能够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张又霞帮助习啊 稳定军队啊 习呢 投桃报李 在张又霞严重超零的情况下 已经72岁的情况下 允许张又霞连任政治局委员 要张又霞出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爆料团队讲啊 习近平啊 通过这次啊 1022政变啊 就是10月22号 就历史要记录这一点 1022政变 10月22号这次政变啊 中共啊 已经彻底 受终正切啊 现在中共 中国共产党 现在已经 彻底 受终正切了 啊 中共已经变成了习家党 啊 习近平一家之党 所以爆料团队啊 完全同意 我在视频节目开场白说的就是反习反党啊 老邓开讲啊 反党现在是完全是正确的 就反习近平这个党啊 习共啊 现在已经不是中共了 现在就是习共啊 习近平共产党 习近平啊 通过这次非法政变啊 他非法连任 他已经成为了袁世凯第二 啊 全民应该共讨治 共诸治 鉴于习近平搞非法政变 非法连任啊 我们海外爆料团队呢 建议我们把原来的三反运动 由反核酸 反封锁 反倒退 改成了反政变 反独裁 反朝鲜化 啊 网友们你们可以跟帖讨论啊 我们这样改是不是合适 啊 就是矛头 我们就是要针对习近平 啊 针对他这次非法政变 针对他的独裁 针对他即将 要大规模开展的朝鲜化 尽管我的这个爆料优先啊 受到中共黑客的不断攻击啊 但是呢 国内的网友们还是在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系啊 通过电报群 通过推特私信啊 我们还是跟国内的网友们呢 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啊 我们还是陆续在收到啊 大量的视频和照片啊 国内的网友们啊 在践行着三反运动 他们不断的在行动啊 声援彭立法勇士 随着习近平的非法连任啊 这个三反运动啊 会开展的更加轰鸿烈烈 因为大家绝望之后就是反抗 细胞的非法连任呢 他现在已经坐在火山口上了 他比我们啊 更焦虑 他更恐惧 齐奥塞斯富的下场 就是细胞子的下场啊 那是他的必然下场 作为经历过文革的人呢 啊 经历过毛时代的人啊 我对中国我对中现在的中国啊 我是一点都不悲观啊 习近平跟毛泽东比 他在他他差了不止一个档次 习搞倒退 搞朝鲜化啊 他一定会受到中国人民的强烈抵抗 有一句话就什么 游减入奢益啊 游奢入简难啊 中国人已经经历了改革开放啊 已经是过上了稍好的日子 你让中国人重新再去过那种朝鲜化的生活 中国老百姓能干吗 啊 他们同意吗 所以习近平啊 搞倒行逆施啊 一定会激起全民的全中国老百姓的反抗 他这次非法连任啊 他就是自取谬啊 何况我们毕竟都比细胞年轻啊 我也比他年轻十来岁 我们熬也熬死他 我们怕什么呢 尽管呢 我不想再骂国内高层的反习派啊 我也更不能骂国内爆料团队的这些战友啊 因为我们一起战斗过啊 但是啊 就高层的这些反习派们呢 所说的这些改革改革派们啊 我对他们还是太失望了啊 还说那句话 就是真是烂泥啊 服不上墙 暗铁不成钢 包括昨天闭幕式上的那个场景 啊 我多希望啊 有元老 有改革派的高官啊 能够拍案而起 去过去去帮胡锦涛 温家宝也好啊 李瑞环也好 曾经的老同事老战友 你是汪洋也好 还是李克强也好 跟胡锦涛 如师如凶啊 你们这样的关系 看着一个老人在这被驾走 被欺负 你们就不能过去帮帮他吗 不能站起来去呵斥 企图驾走胡锦涛的那些走狗们吗 习习的那些走狗们吗 所以网友说呀 不光是在中国啊 大街上老人没有人服务 跌倒的老人没人服务啊 在高层主义台上也是一样 一个八十岁的老人被欺负 被驾走 没有人敢上去帮 栗战书还好 还站起来要说说话 是被王沪宁拦住了 你李克强 你为什么不能站起来呀 如果你不能呵斥 那个绑架胡锦涛的那些奴才们 那些走狗们 你陪着胡锦涛一起下台 可不可以啊 我跟在身后 我一起走下去 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说他们不敢当场掀桌子 他们怕进秦城 怕自己这个家人什么出事 自己安全出问题 如果你们这样想啊 你们永远斗不过细胞子 你们这次失败是 这就是罪着的原因 你们没有勇气 我不能说你们没有智慧 但是你们的勇气 你们根本就没有勇气 细胞子作为流氓 他是有勇气的 你们是一点勇气都没有 你们真是 尽无一人是男儿 你们都不如一个八十岁的老头 胡锦涛还能够讲个话筒了 还要发言 还要斥责细胞子 这个是非话争辩 他还要说这份名单不对 你们谁连个屁都不敢放 因为太阳我瞧不起 不敢反抗 站起来走行不行 不玩了行不行 我昨天下午去跟加拿大 安全部门的 安保部门的一个老兄 去见面喝咖啡 我也是觉得挺不好意思 向他表示歉意 我这总给你们添麻烦 中共灭灯行动 你们还得费心 来保护我 他也说没什么 他说这是他们的职责 接着我就跟他发了一通感慨 我说我也希望 我像你们这些白人一样 我就出生在加拿大 我就 难管我出生在加拿大 最偏僻的北极 那些农村 我就生在这里 我热爱的 关注的 只能是加拿大 因为别的国家跟我没有关系 我说我就是生在 我这倒霉生在中国 就割不断的这种关系 我现在操心 万里之外的遥远的中国 我说我这个真是 我都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操这份心 也给你们添这些麻烦 安保部门的老兄 他还挺会讲话 他跟我说什么呢 他说 他说我不信教 他说老德先生 我不信教 他说但是呢 我相信呢 你这样做 你是在完成上帝赋予你的使命 他说这个是你拒绝不了的 他说你这样做是上帝赋予你的使命 是你拒绝不了的 他说这就是中国话所说的能者夺劳 我一听这个家伙 这个中文还不错 这个是说的蛮有道理 就是就只能就这样我安慰自己吧 就是上帝赋予我的使命 我是不能够拒绝的 我们 这个你们这些网友们呢 其实我们大家都一样 我们不光是我们关注中国这些实质政治 我们关注这些所谓的 中共这什么狗屁的二十大 我们不是只关注自己的命运 我们是关注这个国家的命运 关注我们中国人民的命运 我们有国有民吧 我们也不要想这是不应该的 甚至甚至是无聊的 或者是没意思的 无意义的 我们现在就把它想成 这是上天 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 我们这一代人就要完成这个使命 我们一定要在我们手里 终结中共的专制制度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这个蛮光荣的 我们这个不要拒绝 我们尽力而为吧 量力而行 有一句话说得好 我们可以输十次 但是独裁者只要输一次 他就完了 所以我们有什么不乐观的呢 习近平非法政变 非法连任 中国的已经是进入了黑暗时代 随着席包子的不断的倒行逆施 中国有可能越来越黑暗 但是大家还是要牢记 不是有一句诗吗 冬天已经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越是黑暗的就越接近黎明 我们那就坚定乐观的向前走 一定会迎来曙光 看到太阳升起 改革开发 民心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